我对她这么好 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她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的时候 我们俩好久没见了 下了班了 我就过去找她 当时九点多钟了 我又跑了好远的地方 给她买一个 她喜欢吃的东西 我过去了 你知道吗 她一打开门 给我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天哪 你说哪一个女生 听到心里舒服啊 我当时 我没走 打电话说的时候 你是说不来了 但是我打开门 她来了 我当时是 我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说你怎么 你怎么又来了 我并没有说 很烦她的意思 我是你女朋友 我见你们还给你约档妻 你怎么这么忙 你是明星吗你 我就觉得 她特别不关心我 你就是不爱我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她呢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嘛 我觉得也不容易 我就想听一下 是不是到底是 真的是我有问题 还是说什么 这个在朋友面前 你们会互相给面子吗 会吗 她脾气特别不好 我一个兄弟 邀请我们一起去聚餐嘛 当时呢 我兄弟就特别直爽她那个人 她就一上桌 她就要跟我说 她说兄弟 我们来喝一杯 然后当天呢 我是有点不舒服的 她就不想让我喝 结果呢 我不想为你喝 我为了谁啊 我不是为了你吗 但是你为了我 你没有必要 就跟人家吵起来 你就 你委婉地拒绝就可以了 她做了什么 她当时 她是站起来 把我的酒杯 放在桌子上 就是很凶的那种 然后她当时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然后我坐在那里 我就感觉 一个人特别尴尬 你尴尬 那我更尴尬 你兄弟跟我吵起来 你这个时候 没有像个男人上 站在我面前 说啊 我就不喝 怎么怎么着的 那你怎么不想想我呢 我在你心里 连你兄弟的位置 还不如吗 跟妈妈谈恋爱 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挺累的 跟她说过没有啊 我跟她说过 当然说过这个问题 你怎么那么爱管啊 我不是管她 我觉得这是我爱她 不是你 我如果不爱她 我也不管啊 你说主持人 我也不爱你 对不对 我也没管你啊 就你这样的人 我看了我就跑了 我的天哪 平常在外面 也是13和4吧 对 应该是特别喜欢 给你下命令 那种女人吧 对 说到下命令 也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到了一个路口 我偏偏是说 往左走 她说往右走 可是我之前 都查过地图 你知道吗 然后她还说往右走 还说什么 不撞南墙不回头 说你如果爱我的话 就跟我一起撞南墙 你跟我在一起 难道不应该 包容我的一切吗 你就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就放在心里 拿着说话 你又不是这一件事情 你还有很多事情 在公众上 我觉得你说这些 就是不爱我 你都喜欢这么大吵大闹 我觉得你脾气 真的可以收一收 你知道吗 那个买衣服的事情 你自己说 你当时怎么让我尴尬了 我觉得我没有让你尴尬 是你让我尴尬 你一直胳膊肘地把外拐 就我们那上次买衣服 然后刷了一次卡了 结果人家说没刷 让我再刷 当时服务员态度不大好 我一个北方姑娘 性子也急 然后我就跟人家吵起来了 当时她怎么着 她在旁边站着 就是默默地站着 看着我 那不然她能怎样 她肯定挺身而出 说我来解决这件事 怎么怎么着 你为什么跟人吵呢 不是 是因为她那个刷那个卡 她已经刷了 没刷过去 就再刷一次呗 但是我的手机上 已经显示了 已经扣了钱了 那你就告诉他们 你说我这手机上已经有了 这不是经常 主要是她服务员态度特别不好 我就这件事 跟她吵起来了 结果她在旁边就一直看着 我没有看着 当时我是站出来 我是他们经理打电话过来 然后我是站在那边 跟他们沟通 我是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你用你的方式 我满意了吗 我没满意 她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知道吗 主持人 特别不关心我 我觉得我就是个钢铁女汉子 百毒不清一样 就有一次我们两个 是一个纪念日 然后都说好了 晚上的时候 要一块去吃饭 当时五点多钟了 她接到一个电话 说公司加班 然后呢 我说行 让你去吧 你只要回来就行 我愣生生从五点钟 等到九点钟 等了四个小时 期间给她打过 无数次电话 这位爷呢 一个电话没有给我回 自己吃完饭了 来了一句 你吃饭了吗 我当时是因为工作忙 然后电话不在身边 我没看到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心里没想着我呢 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不想想我 你女朋友没有吃饭吗 那么晚了 我觉得你应该吃饭了 知道吗 所以我就没有问你 你以为的 你以为是我想的吗 主持人你看了吗 他真的就是 我就觉得他从来 都不担心我 我觉得我对他够好了 真的 不不 我觉得你这样 确实我们大家 真的不用担心 我也是小女生 我也需要 不不 你可真不是小女生 你跟他谈恋爱之前 他就这么肉惑吗 就是有点磨叽 那你干嘛 所以 所以我跟他吵架的时候 特别没劲 都是我自己说 他不说话 然后呢 我消气了 第二天他来跟我说了 你昨天有什么什么什么 不对 他表现得太强势了 我想只是想让他 收一点 可是他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没有变 他总是说我强势 我哪有命令你呢 你说我有命令你吗 你怎么没有命令我 在外人面前 他也是命令的语气 跟我讲话 吃个东西 比如说里面有个头发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不是很大的事情 把它拿出来就算了吧 他就把人家服务员 叫过来 还不愿意 因为把人家精力也叫过来 然后就在那里说说说 我觉得真的很丢人 而且那我很尴尬 我有一个男的在